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英国首相梅一目前可以说是内外交逼 在外部脱欧谈判非常不顺 在内部内阁大臣又接连因为丑闻而辞职 最新的发展就连外交大臣强生 也可能因为失言风波而下台 朝野群起大乏 梅一的领导无方就媒体报道 梅一所属的保守党内 已经有多名议员联署 准备对他发起不幸人案 没可能因此而面临下台的命运 请看我们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强生再次爆出失言风波 而且这次恐怕不是道歉就能了事 英国一名伊朗裔女子去年带着女儿造访伊朗 4月初离境时在机场被捕 当局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将她起诉 这名女子坚称她是去拜访亲友 但强生却说她是去交新文学 因此伊朗又再新增两项罪名加重她的刑期 我觉得它很重要 英国国外交大臣要担任这个败义 和提供与国家的防护 朝野大法声浪不断 工党党魁 科兵和伦敦市长卡恩 都直接出名呼吁首相梅一开除强森 强森上任以来争议不断 先前还多次试图在脱议题上 对梅依下指导其热来内阁官员批评 根本是柔性争辩 因此外界预料梅依会借着这次风波 提掉强森 不过就算少了强森这个烫手山芋 梅依还是可能保不住自己的首相大位 自从保守党在六月初国会大选失去绝对多数之后 梅依在党内的地位就已经岌岌可危 加上脱欧谈判毫无进展 内阁力包括强森在内的多名大臣 又接连主包都让朝野对梅依越来越不满 分析指出脱欧议题导致保守党 和英国社会分裂 但梅依却一直无法驾驭当下的混乱局势 让英国在脱欧谈判中拘予下风 英国媒体就报道 目前保守党内已经有40名议员联署 只要再有8人加入 就能对梅依发起不信任案 梅依可能因此面临下台命运 邵宇我想先请你讲一下 目前因为外相Boris Johnson 他的失言所引发的风波 现在英国的内阁 我印象所及这已经是第三个大臣 前面是因为有性骚扰 国防大臣性骚扰 然后接下来是国际合作大臣 是因为私下去见涉猎的官员 现在就是Boris Johnson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一次强森造成的 那位学者就是刚才电视上播出的那个女性 她是伊朗裔的一个女性 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所以她家在英国 官方说法是她这次回去伊朗 是因为去探望她的家人 因为她的母亲还住在伊朗 然后被伊朗抓起来关起来 已经关了19个月了 然后19个月以后 这件事情在英国不会一直有 三不五十就会有议员来咨询 那前两天咨询的时候 就问到Boris Johnson说这件事情 那江森不晓得为什么 就说他是到那边去训练记者 就是训练当地记者 那这个寻达的答案一出来之后 没有两天 伊朗就宣布就把这个 已经在街上里面坐牢的那位女性 然后又临时开了一个庭 就说OK你们的外交大臣说 你来这边训练记者 这已经可以证明你是来颠覆我们国家政权的 所以这个罪行确定 那么下面下面就是等说 确定的罪行后要再加多少年的问题 那根据伊朗的法律 他可能还要再多做五年的牢 要double 要double要多做五年的牢 那这样一来 等于是有一个英国公民因为企图颠覆伊朗政权在伊朗 已经做了一年多的牢 至少还要再做八年半的牢才能够出来 这件事情当然会在英国英会里面搞的这个宣传大波 尤其是保守党的外交大臣在国会公开说这个话 才导致他多加入五年刑期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造成宣传大波 但是在同一个时间 这个也有一封信被露出来 这个信是Boris Johnson跟另外一个大臣 他们怜悯写的 这里面似乎是在对于这个梅伊脱欧的事情下指导期 这个事情也让很多人引起很大的反感 我想请教佑深 现在目前英国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谁在当首相 是梅伊还是Boris Johnson后面有更大的影响力 当年Boris Johnson其实原本也是要争取首相的候选人之一 不过后来他们大概私底下去搓远载汤什么搓 最后决定让梅伊出来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梅伊目前面临的问题 他大概 我们说掌外必先安内 他大概面临三层的问题 一个是内阁自己的问题 就是内阁里面离心离德 他连包含说去那个国际开发大臣 去密会以色列官员的 他其实应该是去fire他的 那就去让他请辞 所以他们说他不但没有权力 他没有足够的权威去fire Boris Johnson 他连这个PATEL他都不能够fire 他都让他自己寝食 所以就显成他其实现在有点自乱阵脚 那另外内阁这方面的话 另外大家说到底 Boris Johnson会不会是第三个下台的 其实第三个下台的 其实如果不是Boris Johnson的话 可能是他的才相Hammond Hammond其实现在非常麻烦 他们说秋季预算一通过 就是国会一送审 审审完过了 不管说说审审完过后 他可能大概就会下台 甚至也有人讲说不管会不会过 他都会下台 另外一个是他的环境大臣 Golf Golf才也很绝 Golf不会下台 是Hammond有可能下台 Golf现在是环境大臣 但他看准了Hammond可能要下台 所以最近几次内阁 这个在内阁院会的时候 他的发言都不是说讲环保 都在讲这个产业政策 大潭的时候跟企业就觉得奇怪 你不是环境大臣 你拼命在那边讲 讲产业政策现在是什么一回事 就摆明刚刚在rehearsal 就准备要预演 他自己要帮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 彼心彼得 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比较没有谈 在跟脱欧之间 还有一层问题就是北爱尔兰 北爱尔兰现在那边统派跟独派 其实整个完全失破了 两个政党本来是联合政府的 现在也失破了 失破了的话 所以说变成说英国变成说 因为在两方 双方没有办法达成联合政府共识的时候 中央就要直接要接管 那英国是非常不愿意直接接管 因为他就想要高度自治这样 所以他一直希望说 你们能够自己 就是能够瞧 这个联合政府自己去 我不要有我中央接触 但现在双方就是瞧不拢 所以变成这个问题 也是让美伊肯投入 就是说他要 到底什么时候 要宣布直接接管的地方 他现在也是 尽量避而不谈 那再来就脱坏 脱坏也讲到就是跟 波尔兰兰 跟整个保守党里面 其实就是 包含内阁里面 一直还是有流派 流派当然就利用 制造脱坏的分裂 就脱坏里面有分软脱 硬脱 像Hammond他就属于软脱 他想说要过渡期要什么的 那美伊本来也答应了 但是现在又有 Boris Johnson这些就讲硬脱 反正现在你如果不在那位置上 你讲硬脱 其实也不用什么本钱 就尽量讲 就代表说你最敢冲 你最能够捍卫英国的权利 但这样的话让美伊变得很难受 所以美伊包含跟 脱欧大臣Davidson去布萨尔 其实被修理也非常惨 就是其实回来都不敢讲 你知道吗 但就在那边就是 就是这个饱受羞辱 所以说整个情况就是说 变成说 他这层层危机这样弄 那但是他们就说 他会不会因为说 他们有人说他 迷失方向 然后也软弱 无力 到底他能不能 做到2019年3月 英国原定的脱欧 还是说 今年耶诞 其实搞不好都过不了关 这一派 这当然有很多的意见这样认为 但是又一派认为说 其实正因为他那么弱 所以保守党内部反而更需要 他留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又分两派意见 一个是说 脱欧这个是一个烫手山域 所以他也许要等他跟欧盟谈好了分手费 包含加码加到五六百亿之后 就是这个烂摊子确定 做一个清楚的切割之后 他再下来 刚好让这些机认者比较没有包袱 我可以上来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派的讲法 另外一个讲法是说 因为他现在那么弱 但是呢 如果他保守党自己内部 现在内乱的话 共党的Colbyn可能会趁势而起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无论如何 反正又是一个两害乡权取其亲 为了不让Colbyn趁势而入 所以保守党无论如何都要hold住 就至少让梅伊 而且就是说梅伊 他现在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他是傀儡 但他现在非常的弱势 就是说 维持一个弱势的首相在这边 然后下面大臣 大家可以各搞各的 哪帮结派 然后自己想办法谋取 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其实也符合他们的这个利益 等于就是说 先等到脱欧这边的谈判 就是说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包含说分手费 或者说单一市场 或者说人员移动 这些几手问题先处理完之后 大家再有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说这是梅伊先生那么的弱 但却有可能 因为他是弱 反而可以继续留在这位置上 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邵宇 这个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的印象梅伊还非常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声势不可一世 然后那个时候 他是提前改选 那他是选择了这个时候 他觉得对他最有利 他觉得 因为 他的首相是接了凯麦隆 他自己没有经过大选的考验 任何的首相 如果没有经过大选的考验 你没有他的正当性 所以他想要我的手上有一次 趁着最好的声势的时候 选赢了 让我的首相可以坐得久 想不到选输了 选得很惨 那一下子整个声势就弱下来了 他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我意思是说 其实他在这个 就是他临时决定临时选举之前 就有一些决策 让大家觉得 他似乎只是一个纸老虎 或是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断 有决断力 然后有毅力的首相 可是事实上好像不是 我觉得这些印象 加上我一定要说 加上对一些 对于传统上 对从政的女性的偏见 这些都是他的 让他处于弱势的地方 加上脱欧与否这件事情 不要说你是赞成脱欧 或是赞成流欧 就算你是在脱欧派阵营里面 在保守党里面 也有分成是软脱欧跟硬脱欧的 那个支持软脱欧的人的立场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从这个公投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改变 前两天 星期三 美日电讯报在头版 刊登了15张人头照 这15个人头照是 标题是 这些是保守党的叛徒 为什么是叛徒 因为他们都是支持软脱欧 软脱欧的 现任阁员 现任议员 或是卸任的阁员 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来 梅伊在首相当的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我如果说今天不照顾 或是不多体谅一些 这些所谓软脱欧的议员的心愿 他现在正在审议的脱欧法案 根本就想要过都不要过 那你根本谈不到什么 2019年3月29号要脱欧这件事情 脱欧这件事情 就是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就注定 不管是他被赶下台也好 或是他换首相也好 或是下一次选举也好 他都没有他 就不可能有他下一个春天 那个就是你觉得梅伊现在的处境 是不是等于是 现在英国 大家对于脱欧后悔了 的这个的表示出来 由他来承受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事实上脱欧不是这么简单的 里面非常复杂的问题 而且现在欧盟表示的态度就是说 你要不然就接受这个 要不然你就什么都没有 连共同市场都没有 英国没有想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所有的怒气 变成都在梅伊这边了 所以这也是梅伊他的最大的用处之所在 刚刚讲就是说 因为他做 设计包 因为他做 所以他可以把所有汤手三鱼全都弄 弄之后再来出去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足球赛来做 比如说在里面有所谓的 就是踢进自己的球门 这种所谓乌龙球 乌龙进球 就是说如果后代的历史学家 来回来看这几年的英国政治发展 就发现说有两个 这个乌龙球 是让人家最不解的 一个就是卡麦隆的脱欧公投 一个就是梅伊的提前大选 那回头讲就是脱欧的问题 就是说脱欧一开始的民怨 其实就是卡麦隆他看准了这个民怨 就是说英国人觉得自己 因为欧洲那时候经济的情况 大家就会情况都不好 所以大家就把怨气出到移民身上 说这些外来的人强化我们的工作 OK好 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边界管理 要自己要抓回来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就说 那我们要脱欧 所以一开始的前提 最原始的那个不满点的爆点 就在于说外国人太多 看得很刺眼 我们要这个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我打个看 就是这里面 这个还不是后来的移民 这个是属于后来加入欧盟 东欧来的人 什么波兰 什么这些 这些人因为在欧盟境内里面 自由流动 你不能够阻止他们进来找工作 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 但现在问题在于说 你脱欧 你英国脱欧 能不能达成你最原始的目的吗 现在很明显的不能 这些人他还在 你也没有办法赶他走 或者而且现在一开始那个什么 除了脱欧分手费之外 另外欧盟跟他谈也就是说 OK 那美已经松口了 说保障这些欧盟公民在这边的权益 就是说原本在 现在在英国境内的这一些 不管是新移民旧移民 还是说欧盟的公民 因为这个自由迁徙的规定可以来了 现在都还是基于在这个地方 所以根本没有走 没有达成你最原始的目的 那所以 那现在还要不要脱欧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没有想清楚脱欧的代价 居然那么高 所以现在才讲到说 又说这个俄国也有介入 说可能有操纵这个 这个俄国发现说现在真的是可能是第一大国 连那个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独立 也有他 他说去散动 散动他们就搞独立 不过你这样讲话 其实他有没有那么大本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必须要讲说英国脱欧 跟你说加泰隆尼亚独立 这其实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的 就是我如果跟你不友好话 你的国家越乱越分裂 包含像对美国一样 你川普跟共产党面对 斗的越来越符合我的利益 英国就是说他们就是这种乌龙球 就是说自己等于是自己班的时候砸自己的脚 所以每一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 那现在就是说 大家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后悔或什么 但现在目前有这个声音 但是还没有成为主流 因为大家还是说要尊重这个公投的结果 但是真的到最后什么时候 会不会有一天到那个点 说大家就说我们这个影也许要重来 甚至包含理事本条约第五条的制定者 他都讲说其实并不是 irreversible 是可以逆转 就是说中总大家都在放这个风向球 可能就在营造一种积分 但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会成熟 还需要再观察 但是每一面对的问题就是 他港内有一派硬脱欧的人 其实是也掌握了一些资源 掌握一些权力 这些人他不能不顾到 对他的问题 他的难处就是在软脱欧 软硬为难 对然后他如果硬的话 那如果是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他如果要迁就软的一点 那硬脱欧的人就会对他 就在后面搞他鬼 好我们这个问题是 这个我想很快的 梅伊可能结局就快要到了 可能在圣诞节以前 我们最后一段 我们来谈两个大的拍卖 一个是到目前为止 价格最高的钻石 另外一个据说是达文西的话 我们大家回来继续谈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